今天10點不一樣的新聞焦點 先來看日本八大行業盛行 牛郎店聚集的東京歌舞祭丁 傳出有牛郎以戀愛守法 將女顧客片的暈頭轉向 欠下巨額債務 最後還逼迫賣身還債 HBO影集東京之二 TOKYO VICE 改編自投名的回憶錄 以一名美國記者的視角 掀開日本黑道控制的 社會陰暗面 影集找來渡邊籤 山下治久等知名隱新駐政 成功創造話題 當然少不了總是跟黑道犯罪 沾上邊的日本夜生活場景 這不能怪西方刻板印象 是因為現實中日本的八大行業 紙醉精迷之下 確實藏污納購病不少 CN駐日本記者走訪東京新宿的歌舞伎丁 在眾多公關酒店中最主流的就是牛郎店 牛郎們各個光鮮亮麗 以口舌如簧 鱷魚慘媚的功力 讓孤單寂寞的女顧客 心甘情願掏出大把鈔票 換取牛郎的陪伴跟關注 歡場無真愛 只有剝皮騙愛 CN找到的這名女子 她怕家人知道她欠債 不敢以正面示人 去年初她愛上了一名牛郎 從此墜入悲慘深淵 牛郎哄騙女子不斷消費高單價的酒水 帳單動輒數千美元 女子沒有錢只能奢賬 最後背上巨額債務 他問我 你怎麼會付給我回額 當我說我沒有知道 無奈這時她已經身不由己 狠心的牛郎把她賣給賣淫集團 她輾轉到香港澳門街客 賺來的皮肉錢 全都進了賣淫集團口袋中 像她這樣賣身還債的案例 在日本實有所聞 還有人只積欠一千萬日元 折合台幣兩百萬元 就此淪落封城 專門救援這類受害者的團體就說 過去一年來上門尋求幫助的受害人數 暴增了五倍 也有從業十年的牛郎同業看不下去 爆料說詐騙業者十隨之位 早已發展出固定的養套殺SOP劇本 日本政府也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想要靠立法來打擊牛郎店的消費陷阱 其實日本去年才抽查全國729間公關店 就發現有203件違規遭到勒令停業 還有負責人遭到起訴 另外也祭出新的規則 今年初開始逐步限制公關店的奢障額度 4月起全面禁止奢障 只能夠結帳父親 不過這名牛郎也坦言 半強迫消費在業界已經是常態 還有人指出 就算是禁止奢障不讓受害人越欠越多 但是蔓延集團還是能夠出面帶店欠款 一樣讓被害人下海還債 根本就難以杜絕 只是在男尊女被根深蒂固的日本社會 女性受害者很難替自己發聲 一步錯恐怕就永遠無法重新立足 再來看阿根廷的通膨問題嚴重 現在連帶影響到我邦交國巴拉圭 巴拉圭一個邊境小鎮專門販售來自阿根廷的廉價商品 但阿根廷物價狂飆 這座小鎮的生意大受打擊 街道旁商家大門聲索巴拉圭邊境小鎮也感受阿根廷的通膨危機 在這個名叫納納瓦的小鎮因為緊鄰阿根廷過往以販賣廉價阿根廷商品聞名 不過現在卻像死成一般冷冷清清 因為自從阿根廷總統米蕾伊去年12月上任以後 阿根廷的通膨年增率節節攀升來到百分之兩百八十九 巴拉圭邊境小鎮生意連帶受到衝擊 銷量大幅下滑百分之六十到八十 因為對巴拉圭民眾來說 購買阿根廷的商品越來越不划算 舉例來說在阿根廷購買一條90克的牙膏 得花上4976匹所折合超過五美元 售價其實比巴拉圭零售市場賣的還要貴兩倍 巴拉圭民眾買東西精打細算也因為當地四分之一的人口 活在貧窮線之下許多土地甚至受到犯罪組織掌控秘密栽種大麻 越來越多農民為了生計甘願冒險種植 除了大麻問題地處玻利維亞巴西和阿根廷交界的巴拉圭 也因為缺乏現代化邊境監管設備 許多中南美洲毒銷乾脆把這裡當成毒品轉運站 巴拉圭犯罪率居高不下說穿了 也與毒銷猖獗有關 2022年一名巴拉圭企毒檢察官就在哥倫比亞遭人行刑事槍殺 巴拉圭甚至有前總統遭指與毒銷過從聖密 累積大量資金 受訪的人權組織成員其實也是受害者 1991年他擔任記者的爸爸原本正在調查相關內幕 卻在同年的巴拉圭記者節當天遭到毒銷 雇用的殺手在坐車旁連開21槍殘忍殺害 相關的毒品問題至今難以根除 五月初巴拉圭海關又查獲1.6公噸的骨殼鹼 隱藏在麵粉和玉米粉當中 這些毒品原本計劃運往歐洲的荷蘭 總價值高達5000萬歐元 從貧窮到大麻災重以及範圍更廣的毒品走私犯罪 巴拉圭挑戰重重 現在也只能加強與鄰國合作弃毒 避免毒銷的勢力繼續在這裡深耕發展 無限擴大 再來看烏克蘭 今晚烏克蘭還處於戰爭狀態 不過房市依舊暢旺 因為戰場大多集中在烏東地區 現在買房比較熱的區域集中在首都基辅 跟烏克蘭西部地區 而根據最新統計 去年房地產的成交量比開戰初期 還足足增加了7成 在烏克蘭盧産斯克邊境 烏軍巨大砲管緩緩升起 代表又有俄軍要倒大煤 遠在指揮所的弟兄們 興奮對螢幕指指點點 看俄軍直升機屁股著火 越飛越低 就算有俄軍 僥倖逃過一劫 到了夜晚也難逃烏軍埋的地雷 和吸血鬼無人機追殺 過去一週駐盧産斯克烏軍頗有戰果 讓至少50名俄軍當場陣亡 怕就怕在被擊落的 俄軍武器殘骸部長業 調到人口密集的地區 又造成無辜平民死傷 使這前線居民逃亡 越多人來到曾遭俄軍蹂躏的 吉府郊區伊耳平和布查定居 這裡有不少新建案 就快完工 也炒熱一波仿式 官方統計過去一年 有超過40萬筆 房產和土地買賣成交 必開戰第一年多七成 開發商表示 新建案數量正恢復到 佔前一半水準 而且會比原本設計的更安全 新建案為符合政府規定蓋的防空洞 推翻往常給人的硬暗印象 號稱還能有良好網路能工作 以及舒適孩童房 房產經紀人則補充 西方大力經援 戰後重建也是刺激買氣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 九層屋主反倒不為房屋投保 基辅經紀學院報告指出 因為現在民眾普遍認為 烏克蘭戰後損失都該由俄羅斯賠償 但房子毀了能再蓋 遭空襲死去的人卻回不來 相對安全的地區 何時又會遭俄軍反撲猛烈轟炸 誰也說不準 就像俄軍為了在前線建立緩衝區 又開始猛烘哈爾科夫 一家餅乾工廠被移為平地 還有一人死亡 CNN記者則來到盾內刺客 名為波克羅夫斯克的小鎮直擊前線 幾小時前兩枚飛彈擊中當地一棟住宅 裡頭一家四口 只剩十歲兒子幸存 在巡視前線路上 記者團還能收聽俄羅斯官媒大外宣 因為這裡離俄羅斯近道 能接收廣播訊號 為了消除俄羅斯 給烏克蘭前線和民眾 帶來的心理恐懼 總統澤倫斯基 繼續馬不停蹄 到處請求軍援 尤其是愛國者飛彈系統 西班牙總理桑切斯承諾 今年再提供烏克蘭超過十億美元軍援 包含各種陸海空現代武器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也響應 責倫斯基的呼籲敦促西方盟國 考慮讓烏軍拿軍援武器攻擊俄羅斯境內軍事目標 用各種方式逼俄羅斯和平談判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共軍針對我國東引跟烏丘等外島 多次擴大越界執法 讓人更加擔心 恐怕會變成常態危險 賴清德政府上任第三天 中國大陸解放軍再度發動針對性演習 聯合力艦合為台灣本島 而戰備警循則是用武力替執法撐腰 同一天馬祖東引了進限制水域 我國海巡艇跟大陸海警也一度對峙 一如中共官媒公告內容 福建海警組織了海上編隊 兩地開展綜合執法演練 航路距離烏丘最近點只有2.8海里 另一批和東引也只相距了3.1海里 直接用軍事手段 比如說針對烏丘 東引有一些軍事上的演習 那個可能會有目的跟手段不一致的問題 中國在對台的施壓上面 他已經越來越鮮熟 中國大陸海警巡航的金門模式 看似已經遍地開花 金門周圍海域光是5月就發生了5次海警 海間海事船越界執法巡查 看不見的背後意圖 比直來直往的武力恫嚇更難防範 只是說如果他只做一次的話 那麼外界包含台灣 包含就是國外的這些政治政府 或者是評論人 仍然可能會把它解讀成 這是一個偶發性的事件 所以為了去持續強化中國的主張 那麼他必須不斷地去製造 或者是累積相關執法的事實 在輿論心理法律 對台新三戰的架構之下 官媒文宣推薄助瀾 央視旗下新媒體預言談天 以中國大陸海警3月15號 和5月3號兩次行動 宣稱巡查已經對金門周遭的水域 達成有效覆蓋 不論是民用船隻 或是國軍的軍用運捕船 未來都將納入執法範圍 個人會認為對於海上的運捕 並不會有直接的威脅 但是它會去造成的 是一種對於我們的心理上面的 一個程度的一個反應的威脅 他會認為是因為我們本島 台灣人民所做出的選擇 反而會造成金門地區民眾的不安全感 這一點是有可能中共會對於 他們要進行一頓戰 可能會強化的一個目標 基本上就是兩手策略 軟硬的更硬 軟的更軟 各部門做好自己的事 所以其實有時一些部門 可能會釋出一些會台政策 但是其他的部門 可能就要去做好 對台軍事鬥爭的準備 學者所指的各司其職 是負責執法的海警 海洋資源調查維護海監 管轄撈捕的餘政單位 和維護海上交通的海巡 在黨的指揮下 可分工 可協作 都是典型灰色地帶衝突 可運用資源 根據中國大陸在1996年 所畫的領海基線 金門其實是在領海基線 跟大陸 中國大陸陸地之間 它是屬於中國大陸法律中的內水 所以依照中國大陸的法律 它對金門其實不但是有管轄權 甚至還有主權跟主權權利 所以所有跟海上相關的行政執法單位 在金門周邊 按照中國大陸的法律都有角色 我覺得他們就是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把我們在這些外島的進限制水域 就它以往的這種執法管轄的空白 一併推翻 更要觀察的是 它是不是在演練武力犯台作戰的 一個輔助性的作戰 也就是對我們外離島的封控作為 原水難就近火 無法改變的地理現實 5月23號演習 中共匡列的操演範圍 成了最佳印證 而類軍事行動 仍然是政治的延伸 那灰色地帶威脅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是一個漸進式的 除了在累積法律戰的 這個對它有利的事實之外 在實際上 它也是在測試我方的反應 那甚至說 它或許也不會排除 甚至樂見說 我們跟他們有一些 局部性的這種衝突 這個中國在南海的作為來看 我們的確可以預期就是 中國海警船在我們周遭海域的 這個活動它其實有 的確有升高的可能 看中國的政治上的判斷 或者是需要 因為它 中國之所以需要做這件事情 是要改變台海的現狀 我國如何堅守底線 同時避免擦槍走火 政軍新局才開始 考驗卻已經接踵而至 TVBS新聞 羅氏彭耶斧 台北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下載TV